國小師遭控大獨裁者 或全班公審犯錯生 家長指控的是新北市二重國小的導師 這是老師罵同學 家長說 導師根本是大獨裁者 長期用威權打造出惡魔教室 教育局說 他們跟學校都沒接獲相關陳情 會調查清楚 如果屬實 最重可解聘這位導師 土八中心清北報導 土八中心清北